天水為禮賓府大不同 有家暴或已破門 我媽媽推我賣場 蓋上她一巴掌又罵我 其實我開始覺得她真的很可憐 懷疑遭受家暴的齊恩曾經報警 但是之後齊恩在facebook 說 因為我父母的身份 我甚至連普通香港市民 應有的合法權利都沒有 現在我甚至報警 或者在公立醫院都不行 坐不到白車去醫院 不是我的醫院 在禮賓府報了兩次警 警察只是聽我父母說 不聽我說 接著就被他們叫走了 警察面做事 人家求救啊 現在 今天教了的時候 警方收到禮賓府有人曾報案 就要求警方協助 我們派了同事去了解究竟發生什麼事 並沒有發現有人受傷 而該命題報案的人士 也不再需要警方協助 因此我們撤離了 當記者問到 特首是否有特權要求警員離開 曾偉紅就指 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 不過王國彤就說 警察處理任何涉嫌虐打案件 無論是誰報警 應該由責任 直接找受害人了解 以及將他送院檢查 確定有沒有受傷 他又假設 如果虐膽案件發生在天水圍的話 警察一早已經破了門 而根據警方處理家捕案件的指引 警察到場之後 應該向受害人 以及被指控人士查問 如果調查後發現沒有刑事成分 警察應該在離開之前 做連串危機評估 決定是否要安排緊急轉介 而捲入家庭糾紛的齊一母親 本身擔任多個維護家庭 和社會和諧的公式 還是防止虐待兒童會的贊助人 曾經響應國際沒有巴掌日 呼籲全面禁止體罰兒童